就有人不希望談判有進轉 他可能想說 我們正打得起信 玩笑要打一半 你讓我先打完再說吧 拜託就只有一個籌碼 叫外交跟軍事 因為他可能會做一些 令國際緊張的事 我們還是要講喔 紐約時報之前 有講一篇報導 因為哲倫斯基的立場有點改變 我們先不管 紐約時報報導 主要是針對美國的情報委員會 那說情報委員會 在檢討 參眾兩位在檢討的時候 說美國軍方 你怎麼對阿富汗跟烏克蘭的戰鬥意志 有這麼大的誤判 你覺得阿富汗會繼續打下去 幹幾天就垮了 你覺得烏克蘭 原先烏克蘭是被認為兩天就垮了 但你覺得烏克蘭兩天就撐不住 結果烏克蘭打了一個多月 透過阿富汗低估烏克蘭 對 所以他們在檢討 這個估計是兩個都錯喔 那但是紐約時報有說 美國軍方是講說 評估一支軍隊跟一個國家的自衛能力 極其困難 包含了他的領導狀況 可支配的物資 敵人的實力 以及敵對力量 阿富汗是否被視為侵略者 那後面提到台灣喔 但等等 我在這邊先做一個段落 你覺得阿富汗跟烏克蘭 美國情報單位估計錯誤的原因是什麼 我覺得阿富汗 美國到最後 根本就 那個軍隊已經在做生意了 所以他們回來的情報就是完全不準 徹底腐敗 就跟阿富汗的當地政府 已經勾結在一起了 然後再做一些 官商勾結的聲音 因為這個後來有人 美國有去做調查報告 所以情報都不準 都是假的 對 都是假情報 所以一直評估錯誤嘛 說多久會進科布爾之類的 那評估都錯誤 因為你就 然後你等於是一夜夜升歌嘛 過太爽了 在賺錢的氛圍下 聽說一個小朋友當向導 當到後來變成運輸集團的總裁 因為美軍的價格一來 落地起價加5倍 太多這種例子了 而且 他幾乎都是給美商做 然後那個預算又多得嚇人嘛 對不對 那有很多國會議員都介入了 那烏克蘭 跟這個官商是倒過來 烏克蘭是 事實上他們跟烏克蘭的情報 已經很久已經脫節了 為什麼他們覺得不重要是不是 他們就只有在培訓烏軍啊 有他的確在Laviv 那個附近有那個基地在培訓 也不只啦 事實上從2014克里米亞被併吞之後 美軍顧問團就一直進來 所以那為什麼那個通信設備他可以 很操縱的立刻上手嗎 因為那些人真的是 接受過美軍訓練的兵 簡單講就是說 烏克蘭91年之前是受蘇聯的訓 對 那2014年之後是受美軍的訓 所以他的軍人數字不低了 不低了 那只是說因為他實在是太窮了 烏克蘭的軍費一年只有65億美元 你知道嗎 他是俄羅斯的十分之一 那俄羅斯還是美國的十分之一 不到 美國是7700億嘛 那中國大陸也接近3000億美元 所以俄羅斯坦白講是在吃老本 所以他們就覺得還好 不用擔心 所以沒有要花心思 覺得那裡是 那那等於 沒有沒有 他們 他們對烏克蘭的形勢是 認為會垮掉 所以 因為哲倫斯基在戰前 民調已經跌破三成 就表現不好 對嘛 他已經跌破三成了 是 這一番造神又回到91嘛 不是嗎 那不管怎樣 就是說之前已經跌破三成了 那 一副 他內部也出現 政黨也出現不同的聲音 說明年不能再讓他連任 對 有啊 實際上當裡面 內部政黨是很反對 而且 波羅宣格要回來選 他也是反二派哦 他是另外一派這樣 所以 反正就是 已經進入了一種亂糟糟的狀態 所以美國就認為他應該撐不住吧 那沒想到撐住了 其實也不能叫撐住啦 就是說 至少你守住你的基輔跟奧德薩 或者說二軍也犯了一些錯誤 比如說 你既然要打那麼大規模 連基輔跟奧德薩都要進攻 你怎麼可以只有20萬 那就是 虎星調的人太少了 然後要三倍 而且你還沒有集中去拿 你還利多被分 那你這樣怎麼可能會有很好的 一定有很多地方會受阻嘛 所以你就看到他大概前兩天打得比較好嘛 就是 就是把那些制空拳搶到手嘛 那之後 我覺得就有點亂了 就是他利多被分啊 同時開啟好幾個戰場 對他同時從北到南全面開各種戰場 是啊 各種戰場 對啊 然後並沒有增援 嗯 對啊 這個我覺得 因為他後面就討論到台灣 然後還 還自我限制不使用傳統裝武器 哦對啊 就我其實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簡單講叫做 政治目的 政治目的跟軍事手段 分裂了 不品配 你政治目的想說我要跟他做兄弟撥 對 人家不把你當兄弟 對 人家不把你當兄弟 然後你的軍事手段就死不上 要講 我最後做一個 結論 讓大家明白為什麼拜登說要 讓大家以為說他要推翻 普清是一個那麼嚴重的事情 因為拜登今天受訪說 那個是我的一個情緒上表達 我認為他不該在位也不該在 俄羅斯以外其他的國家 行使權力 但沒讓他下台 他是真心的 嗯 他是真心這樣想 可是不該這樣講 但他是一個總統啊 就是 一個總統 前面講大家都覺得還好 表示表現不錯不錯不錯 忽然間想說 這個 For God's sake 這個 Putin should not be remain in power 那這個 should not remain in power 對那為什麼這樣一講 忽然間炸鍋呢 其實他對他的評價本來就這樣 他講過他是killer 對啊 這個butcher 那是butcher 對不對 不過炸鍋是因為 歐陸的國家從來 就是要跟俄羅斯相處的 而且 法國 馬克宏正在努力中啊 對啊 馬克宏也要選舉啊 他還在努力斡旋當中啊 那當你講這句話的意思是說他不是你打交道的對象 那不是要誰 難道又要扶植俄羅斯傀儡政權嗎 那如果 普丁不是你打交道的對象 那這個局怎麼怎麼怎麼談判啊 對不對 對不對 你 比如說 突然之間民進黨說 朱立倫 我們不以你為打交道的對象 那就完了 那怎麼修憲啊 這樣不是要修憲嗎 對不對 所以 他講這個就讓人家整個局不知道怎麼弄 那 你又不是在第一線的戰場 人家是 波蘭啊 歐盟是在第一線 那這個怎麼辦呢 因為 除了安東寧布林肯 安東寧布林肯 出來洗 其實他在我跟妳講 心理學家分析 又要分析啊 你要分析拜登還是 對拜登 我認為拜登是 氣急敗壞 第一個就是 他辜負了烏克蘭嘛 他給人家不斷提高他的期望 然後又不能出兵去救他 對不對 那這個導致連美國人都開始反彈 那美國人反彈他也束手無策 他還是不能出兵對不對 所以他感受到自己的困境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就是他的金融的制裁啊 他發現 俄羅斯怎麼沒有被我搞死 對啊 所以他現在就沒笑你知道 沒招啦 他發現自己沒招啦 因為我們補充一下 普清其實 如果以整體來看 還算俄羅斯的鴿派 就其他他有一些 軍頭是比普清更鷹派的 你如果把他拔掉 不知道後面會怎麼辦 這個事情有一點問題 其實最近昨天就出現一件事 大家覺得很詭異 對啊 就是那個 本來是因為要當那個broker 何談代表 那個叫什麼 Adan Brofich 在英國的一個 俄羅斯的很有錢的富豪 因為他兩邊都認識 他跟普京有一定的私交 所以他就說哎呀 我來當broker 結果竟然傳出他中毒 對 這個通常都拿來對付敵人 就 這個不就是 什麼多路聯本啊 或是戴耀心中毒 才會有那種 這個典型的 怪異的過敏現象 這個 簡單講就是 就有人不希望談判有進展 嗯 那就表示有 鷹派對這個有意見 當然啦 當然是 我跟你講啊 你如果是 你如果是軍方的鷹派 或者是情報方的鷹派 你可能會想說 等我打下哈爾科夫再說吧 可是沒有 他們完全沒有 兩個和談都不接受 我幹嘛現在跟你談 而且 事實上 哲人斯基並沒有對克里米亞跟兩個共和國做任何回應 他只有說我們可以討論對不對 沒有方案 沒有啊 實際上也談不了 所以你去預期土耳其這個第二輪談判 基本上不可能成功嘛 嗯 所以 這個在談判上也是一種招啦 因為我教談判啦 好 又為了下個學期的課再跟大家宣傳 我跟你講 郭正亮置入時間 噹噹噹噹噹噹噹 他把一個最可能的第三方 公道國啊 下毒 你想想這是什麼意思 這一定是想要破局啊 那你去想一想 烏克蘭代表方去參加會議的時候 他會不會擔心到處都是毒啊 有可能啊 所以才會要在別的地方開 所以你是不是所有的東西都不能吃了 要自己帶乾涼 對啊 這真的是一個很奇妙的狀況 就是 會有這種狀況 表示俄羅斯內部有異因 因為總不可能是嗎 烏克蘭跑去毒這些人 那如果有異因的話 你想要把普京拉下台 我覺得 不是拉下台啦 是不想讓這個和台能夠往前走 他可能想說 我們正打得起性耶 哈爾克風還沒打完 現在還打一半 你讓我先打完再說吧 這倒是 這個你去幹國共談判也是這樣啊 也有一隻手在拉嘛 不讓你談嘛 所以那個 後來赫爾利不是受不了就回美國了嗎 我跟你講 也有人在擔心這件事 說拜登萬一兩個院都輸了吧 看起來是喔 那接下來就變成行政立法對幹 對啊 那在行政立法對幹的情況之下 拜登就只有一個籌碼 叫外交跟軍事 嗯 那就要出兵囉 他可能會做一些 令國際緊張的事 唉唷 對啊他怎麼拉台他的身世 拉不了啊 目前看起來乖乖的拉不了 國內內政你一定被兩院控制 所以他就只有外交跟軍事 可以做一些他想要做的事 嗯 那這樣 這個亞洲會不會緊張一點 亞洲就會比較緊張啦 因為他總是要宣洩嘛 創造外部危機製造內部支持 那他 不太敢敲中國 總可以敲敲北韓啦 嗯 哈 金小胖又有 金三胖又有 因為拜登非常不喜歡金正恩 嗯 非常不喜歡 那跟這個川普完全不一樣 美國已經 蓄積很久了啦 因為你可以看到有兩次 親俄派的政府上台嘛 都被推翻 嗯 那就是他 這個就是戰略嘛 我們講的戰略就是說 他一定要在俄羅斯家的門口 嗯 弄出一個他兄弟一般的敵人 嗯 嗯 那 然後讓他打也不是 騰也不是 你知道嗎 嗯 而且他更壞的是 在裡面又搞一堆生化實驗室 嗯 所以 然後搞到最後變成民族主義之爭 嗯 你就知道意識形態真害人 唉 事實上我跟你講 沒辦法 我看過比較早期的民調 嗯 事實上烏克蘭人在20年前 剛獨立的時候 嗯 那時候認為烏克蘭該加入北約的 沒有超過20% 嗯 那他有辦法滾動到最後變成超過70% 他們是不是太認為自己是唯一的解決方案 沒有啊這個就是塑造出來的 嗯 你的危機感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他覺得 認為俄羅斯早晚要打你 嗯 那要把你收回去蘇聯帝國啊等等 嗯 所以 就這樣的一個氛圍 因為你想一想 1991 蘇聯瓦解 那烏克蘭獨立 嗯 那那個時候就有人做民調了 嗯 烏克蘭那時候是反對加入北約的 那時候他其實還是覺得自己是 蘇聯的一部分 也獨立了啦 獨立了啦 可是基本上就是 他覺得他跟俄羅斯還是有一些歷史關係嘛 嗯 那不覺得安全保障要從那邊來獲得嘛 嗯 可是那個時候他先走錯一步棋嘛 就是他要放棄核武 嗯 因為他的經濟他也撐不下去了 對啊 然後核武這個東西你也沒有能力管 嗯 所以他決定放棄 那就相信了美國的承諾 嗯 那就一路被帶過來 嗯 這有一個過程啊 那所以你覺得這個前面都是 美方的重重計謀 然後讓烏克蘭一路走向 現在的局面喔 你不覺得台灣也是這樣嗎 哦 但台灣 台灣美國 身在其中 美國事實上在1970年代 就開始想要扶植本土政權嘛 嗯 對啊 一步一步帶你過來啊 那是過來的 對不對 然後帶到台灣產生自己的獨立自主意識嘛 嗯 然後有國主認同嘛 嗯 然後跟中國道路事不兩立嘛 嗯 也是一路一路這樣走過來的 那這樣子我們只能說 大家只能走著瞧 尤其是 所以你要知道 你要知道這個歷史啊 就是 這種二三十年這個過程 那 你應該問自己就是說為什麼 一開始不是這樣 那今天會走到今天這個樣子 嗯 你懂我意思 嗯 比如說烏克蘭 啊如果 把歷史看長一點 啊 你的親俄派兩個政府上來都被搞倒 嗯 而且很多都是用暴力搞倒的 嗯 嗯 嗯 那個基輔工廠都燒掉了 那個MADEN 啊 對 對不對 所以那背後有沒有力量在搞啊 所以這個自己就要想清楚了 那 要怎麼樣在大國之間 找到自己 比較能夠安身立命的定位 這個要有智慧 兩大之間 來 水層生成機 可以即時補充抗菌液 而且三分鐘可以生成四公升的水層 一瓶電解液 可以生成兩百公升的水層 與病毒還有細菌作用還原成水 所以是不沾害環境的 一天使用兩百次也沒有問題 可以上快點購下單購買 除了 你 谢谢观看